黄珊珊 陈时中 蒋万安 出席台北市公办证件会 虽然这次没有交互结问 但言辞间再度交锋 从参选是抱着一个 这样的一个正向的思考来参与 可是参与了之后才发觉 其实选举比我想象的要残酷很多 也黑暗很多 我每次听到大家在批评 防疫的成绩的时候 其实我心也是蛮痛的 三加十一没有会议记录 民间采购国际疫苗受到阻挡 黑心快筛流入市面 一间小吃店都可以标到 卫福部16亿的快筛标案 但是台北绝对不能 把故乡交给那个在疫情中 让人民遭遇困难与伤害 却始终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来治理 现在很多人的候选人他们的证件 都是不断的撒币跟花钱 甚至有些人想要把台北市的证件 拉到八年以前 台北必须继续前进 台北不能够再走回头路 不论是民事暗事各候选人炮火四旗外 也再利用机会为自己拉票 我是2006年到2013年 住在戏谷 当时我曾经直接参与的代表性跨国并购案 其中之一就是代表南韩最大盘卖网站 G-Market 想与要扩张亚洲市场的Ebay 进行并购的谈判协商 让我客户最后以漂亮的价格 驾进了Ebay 那当然我们希望在住宅的政策 尤其是社会住宅 它的租金能够往下降 我们的目标是6% 5.7万户 那包含了我们的新建 包含包租贷款 包含我们直接租下来的 用尽各种方法 能够在短时间内 让我们的青年 或者就有些郭居 或不方便居住的人 能够得到政府及时的一个协助 将来的市长 他必须具备的激战力 就是要立刻可以带动 这8万的公务同仁 一起解决这个城市面对的挑战 所以这个城市没有时间 也没有能力 来去等某一些人 他来做实习的市长 除了蓝绿白三强鼎力 其实这次台北市长候选人 总共有12位 是历届以来最多 其他候选人也把握机会 争取更多市民选票 改变台北 从法办蔡英文开始 爆发天火焚尘 如果我能应得台北市长 就提前把大同火山的隐姓域拆除 那么我就能抢救大同火 未爆时救下台北将军 都请大家将选票 集中投给12号陈时中先生 并想要表达自己对台风党的支持 请大家在这一次的台北市长选举中 协助台风党达成得零票的目标 候选人各出奇州政见内容五花八门 让这场政见会少了许多火药味 欢迎新闻张怀轩杨纸玉台北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语新闻